这一个人下定决心 我这一生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这个人就一生成佛了 一生就圆满了 谁知道 祝佛如来知道 祝佛如来给他做证明 欧耶大师在要劫里头 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 念佛人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有 你有真信 你有真愿 我真相信 真愿意到极乐世界 这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 你决定回去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平位高下 欧耶大师 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 你的功夫好 往生平位就高 那你功夫差一点 你平位就低 这两句话说得好啊 应光大师 对这两句话 佩服到五体头地 略带 略带祖师大德 讲弥陀经 著弥陀经 都没有把这个信息 透出来 对于我们修净土 求往生的 坚定了信息 如果常常怀疑 哎呀 我能不能去极乐世界 常怀疑 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要打问号 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握 那个信心坚定的人 是决定的 欧耶大师跟你说证明 那么真正求往生的人 口头上又不行了 得要有行动啊 行动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世界呢 真的一丝毫的流念都没有 真放下了 这才是真心真愿啊 如果这个世界还有贪念 还有一丝毫放不下 那就不是真心 不是真愿 那真心真愿是彻底放下 一丝毫流念都没有 那个人是决定的神 这也许是真理是没有 又是真心 这就在一家里 我能不能够 我能不能够 牧手 身寸